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 苍领食而知礼节 衣食作而知荣辱 这句话出自管子 意思是说 当我们物质充足的时候 才能真正有心思 去追求更高的道德和精神境界 在现实生活中 财富不仅仅是用来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 它还承载着家庭的责任 和未来的希望 无论是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还是理想中的诗和远方 都离不开财富的支持 那问题来了 如何让财富找到我们呢 有些人觉得财富是运气 有些人觉得财富是勤劳换来的 但其实财富的流向 有它自己的规律 当你开始展现某些特定的迹象时 财富就会悄悄靠近你 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当你身上出现哪三种迹象时 暗示你将要发大财 第一种迹象 拒绝冲动消费 学会理性支配金钱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看到大促销清仓甩卖 就忍不住买东西 标语打得很响 买到就是赚到 亏本大甩卖 让人感觉再不买就亏了 于是 你可能把购物车塞满 然后不管不过的付款 等到货到了 拆开包裹的瞬间 突然发现这些东西 好像并没有那么必要 甚至有些压根用不上 这让我想起了老子的一句名言 至大国若烹小仙 老子这句话的意思是管理国家 要像烹煮小鱼一样小心谨慎 稍有不慎就会打破平衡 同样的道理 用在财富管理上 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 财富就如同主义时的油水 一旦失去掌控 它就会很快流失掉 现代社会 商家们非常擅长 用各种促销手段 来刺激我们消费 比如电商平台的秒杀 直播间的现实抢购 还有那些让你听了 就很心动的促销口号 今晚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买到就是赚到 亏本处理 大促销 这些口号都抓住了 我们人性中的一个特点 贪便宜 其实 便宜不一定真的划算 相反 冲动消费往往带来的是浪费 而不是财富的增加 试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购物时 抱着反正打折 买了也不亏的心态 最后买回来一堆根本用不上的东西 刚买回来的时候 可能心里还挺满足的 但当看着这些东西渐渐堆积 甚至连拆封的时间都没有时 反而感到懊恼 冲动消费的后果就是 你看似花了很少的钱 买了很多东西 但实际上这些钱都没有发挥它真正的价值 反而变成了浪费 那么 怎么才能避免冲动消费呢 这里有一个简单有效的技巧 在你准备购买任何东西之前 先问自己两个问题 这个东西买来能干嘛 如果不买 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吗 通过这两个问题 你就可以冷静下来 认真思考这笔消费是否必要 比如 看到一件促销的衣服 看似价格实惠 但如果你家里的衣橱 已经塞满了相似款式的衣服 那再买下去就是浪费 如果你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证明这件东西并不是非买不可 坚持这个习惯 试试看你能坚持多久 你会发现 当你开始拒绝冲动消费时 钱包里的钱会变得更加充裕 论语有句话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这句话表明 财富是需要我们以正确的方式 去获取和管理的 冲动消费 其实是对财富的不尊重 只有当我们能够理性支配金钱 珍惜每一笔支出时 金钱才会自然流向我们 这就是财富的第一条法则 控制消费 拒绝冲动 当你能掌控自己的消费欲望时 财富自然会慢慢靠近你 第二种迹象 重视每一份小钱 积累财富从点滴开始 有人说 小钱不值一提 大钱才是关键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 真正的财富 是从点滴小钱积累而来的 《荀子》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名言 不积溃步 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 无以沉江海 意思是 不积累每一步的脚印 就无法走到千里之外 不会距每一股细小的水流 就不会形成江河 这句话放在财富积累上 同样适用 很多人都认为 只有赚大钱才算财富 然而事实上 大钱往往是由小钱积累而来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不太重视小钱的积累 比如 每天喝一杯下午茶 价格可能并不高 一杯是多块 但如果你每天都喝 一个月下来 这就是四五百块钱 而这四五百块钱 完全可以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比如投资自己 或者为家庭积蓄 再比如 有些人看到一份兼职 虽然赚的钱不多 但考虑到距离远 嫌麻烦 便放弃了 这些被忽视的小钱 就如同沙子一样 慢慢从指缝间溜走了 有人说 我不在乎这些小钱 赚大钱才重要 但问题是 如果你连小钱都无法抓住 又如何能够获得大钱呢 文语里有句话 不换寡而换不均 不换贫而换不安 意思是 不必为财富的多少担忧 而应该担心的是 财富分配是否均匀 换句话说 财富的管理和积累 并不是靠大笔收入一蹴而就的 而是靠平稳 细致的积累和分配 还记得我有个朋友 他在大学时就开始写公众号 最初的收益非常少 一天的收入 只能勉强买个早餐 然而 他并没有因为收益少而放弃 反而是坚持每天更新 不断积累读者 后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收益越来越多 到今天 已经可以靠写公众号实现可观的收入了 这让我想起一句古语 聚沙成塔 集业成球 财富的积累 就是从小钱开始 一点点累积 最终形成一个大雪球 时间的负力效应 会让你的财富 在无形中慢慢增长 当你开始重视每一分钱 财富的种子就在你心中种下了 财富管理 需要我们有长远的眼光和耐心 小钱不小 正是这些细小的财富 成就了你未来的财务自由 无论你现在的收入如何 请记住 积累从小钱开始 第三种迹象 能力不断提升 才是财富的真正来源 财富不仅仅来自于外在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的能力 正如论语中所说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意思是说 工匠要想把事情做好 首先要磨砺自己的工具 在当今社会 个人能力就是我们赚钱的工具 工具磨得越锋利 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有时候 我们会因为自己赚不到足够多的钱 而感到焦虑 面对焦虑 很多人选择盲目追求财富 甚至投机取巧 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真正的财富并不是靠意识的运气获得 而是靠你自身的能力积累起来的 你得不到你配不上的东西 只有当你的能力匹配你的财富时 财富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向你 我刚开始工作时 工资并不高 甚至有一段时间 我对自己的收入感到非常不满 可是 当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能力时 我才明白 自己的收入其实正是自己能力的反应 当时我意识到 自己的能力并不足以支撑 我想要的高收入 正所谓论语有云 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意思是 君子凡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而小人则习惯于指责他人 如果我们希望赚到更多的钱 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抱怨外界 我的个人经历是最好的证明 刚开始工作时 我的收入不高 但我并没有放弃 而是不断学习新技能 比如 我开始学写作 最初的稿费只有50块钱 虽然很少 但我并没有因为薪水滴而放弃 相反 我不断打磨自己的写作技巧 研究如何写出更吸引人的文章 如何起一个好标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稿费也逐渐上升 最终让我实现了收入的突破 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能力越大 财富自然会跟随而来 别人愿意给你更多的钱 不是因为你运气好 而是因为你为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 就像孙子兵法中说的 故能而视之不能 用而视之不用 意思是 真正有能力的人不需要炫耀 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 只要你有能力 就会有更多的财富找到你 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财务未来 不断学习 不断进步 是每个人都应该养成的习惯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 那些真正成功的人 他们的财富增长 是跟随他们个人能力的提升而同步的 越是有能力的人 越能够把握住财富的机遇 比如 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不仅懂得如何管理企业 还懂得如何在市场中发现机会 规避风险 而这些 都是他能力的体现 相反 如果一个人只想着赚快钱 却没有相应的能力支撑 即便一时赚到了钱 也很难长期持有 甚至可能很快失去 就像古语所说 德不配位 必有灾殃 如果一个人的德行或能力 不足以匹配他的财富 最终这笔财富 只会给他带来灾难 所以 当我们在追求财富的同时 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养 才能真正守住财富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谈了三种迹象 当它们出现在你身上时 意味着你已经开始走上了 通往财富的道路 这三种迹象分别是 拒绝冲动消费 学会理性支配金钱 重视每一份小钱 从点滴积累财富 不断提升能力 成为财富的真正创造者 论语有言 君子物本 本利而盗生 意思是 君子注重根本 根基稳固了 发展之道自然产生 财富也是如此 我们不能一味追求眼前的金钱 而是要稳扎稳打 培养正确的财富观和行动力 当你能做到这三点时 财富自然会跟随而来 无论是在追求财富的路上 还是在提升自我的过程中 我们都需要有耐心和信心 财富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通过长期的积累 和智慧的运用得来的 希望大家都能通过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 吸引更多的财富 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景 让我们共同勉励 走在这条通向财富与幸福的路上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 有任何疑问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讨论财富的真谛 期待下次与大家再次相见